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于5月16日至19日举行 这场包含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滑板和攀岩四个项目的国际赛事 将吸引全球464名运动员为150多个巴黎奥运会席位展开争夺 为何这些城市街头运动项目能够进入奥运会 东西方可以在城市街头运动项目中产生怎样的交流 近日上海体育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体育大学奥林匹克学院执行院长樊宏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奥林匹克运动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国际奥委会就一直在思考怎么能够让奥林匹克运动在100年之后 还能够继续地可持续发展 因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它不光只是奥运会 它还有其他那些文化教育这些项目都跟着一起的 就我们现在的奥林匹克资格系列赛 它的设想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 在原来的固有的四年一次的那个夏季奥运会的运动项目上 另外再加一些这些小型一点的 而且不是像传统意义上的奥林匹克项目 而且这些项目的它的那个主要的那个受众是年轻人 所以它反映了一种就是社会发展的这种一种趋势 这样也表现了就是国际奥委会的一种包容的态度 樊宏介绍 这四项城市街头运动项目相比于传统奥运项目 更强调个性化表达创造性和观赏性 体现了奥运会对街头文化的接纳和推广的同时 也有助于奥运会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并与当代文化接轨 我想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可以把它们吸引到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中来 让街头文化跟体育能够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能就慢慢地就会吸收一些奥林匹克的理想呀 或者价值呀 这个呢也实际上也是奥运会希望发生的 希望看到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让奥林匹克精神和价值呢 能够发展发扬光大 樊宏表示 奥运会作为一个竞技舞台 选手们研究和学习对手是不可缺少的课题 这必然会进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此外 城市街头运动项目的加入 推动了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 参赛者和举办地有着不同的文化属性 同样可以为来自东西方的参赛者和观众提供了解和体验不同文化的机会 促进文化传播和多样性发展 也更符合如今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这个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就是给东方的体育文化和西方的体育文化 因为霹雳舞啊 攀岩啊 小轮车啊 其实哪个国家都可以做的 但是呢在做的过程中 它肯定跟它本国的那个文化 肯定是结合起来的 所以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呢 虽然是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运动项目 但是表现的人 那个人不同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 而比如说就是西方的舞者 他们在表演霹雳舞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东方的那个舞蹈动作 来编排他们自己的霹雳舞 反之东方的舞者也会这样做的 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就是文化的交流 在这个平台上